逆境同行守护心灵 7月4日讨告日志 我们在逆境中同行 没有什么事情值得规矩 只会敬畏大而可畏的实 诗篇76篇1-3节10-12节 再由大 神为人所认识 再以色列 他的名为大 在撒冷有他的住处 在石安有他的居所 他在那里截断功上的火箭 盾牌刀剑和战争的兵器 人的愤怒终必清謝你 你要以人的愚怒促腰 你们当向耶和华 你们的神许愿或愿 在他四位的人都当那贡物 献给那可畏的主 他要挫折王子的娇气 向地上的君王显为可畏 我们一同思考两个问题 我们知道哪一个在万族万民中是最大的呢 我们为何要履行向神所许的缘呢 地上最坚固的宝类 都难以阻挡神强而有力的攻击 地上最强劲的武器 都难以对抗神异不可挡的权能 地上最精密的继帽 都难以逃过神拆看人心的眼睛 因此 若以为自己的智慧可以与神比拟 便是不知天高地厚 愚昧的表现 若以为自己的能力可以胜过神 便是极之狂傲的疯狂的行为 我们认识神 更认识祂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 我们要敬畏祂 做祂喜悦的事 我们一同去为三件事去祷告 求主指释各地因为疫症 又或者警暴 而引发的种族歧视 和社会暴力 停止仇恨 攻击和伤害 求主掌管各地的质政掌权者 治理他们的心 管理他们的行为 让他们知道 祢才是主 求主赐我们一个坚固的信心 和满足的喜乐 当我们面对任何警方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畏惧 单单敬畏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宏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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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